巴西真的是一團混亂 只能用一團混亂來心 2014亂到2018了 我相信是的 它國內的狀況非常差 所謂非常差 就包括治安各方面 經濟交通 everything 全部都很爛 我在那邊 其實我有外號錢大膽之稱 就是到處有點不怕死這樣 可是到那邊晚上 唯一一個城市 晚上我不敢出去 其實也不是太晚 大概傍晚五六點 我就不敢出門了 在聖保湖 在聖保湖 對 因為活生生 就是我們在當地 一到沒多久 就看到一個新聞 是當地電視台在採訪 一個女士 一個媽媽 她戴了一串項鍊 你也很難 知道那項鍊有沒有價值 就在鏡頭前 有一個搶匪 攝影機還在採訪中嗎 天啊 他撤掉就跑了耶 不知道有沒有錢 不知道有沒有錢 犯罪率又高 就在LIVE這樣子拍下來 對 非常危險的一個城市 因為通常 對 因為我們做新聞的嘛 我們做媒體的 通常我們知道有犯罪 或者是不好的地方 會被放大 所以通常人家說這個地方 自然不好啊 你要小心啊 我通常就聽聽就算了 因為你知道就是 新聞有放大效果 限然效果 就你到當地 你是真的害怕 就他自然非常 非常非常的差 那我舉一個例子喔 頻度差距大到什麼地步 當地一個台商 他們住在富人區 他那富人就是 一個社區 就像大陸的小區 他裡頭已經就是有 他們的任何的遊樂設施啊 反正食音 住行 娛樂 全部都在裡面 對 甚至有那種 怎麼講 就是步道 像森林一樣 假山流水 我心裡想說 有這麼誇張嗎 你外面就是 野外的森林 你幹嘛把森林 弄到家裡 結果他說你錯了 我們不敢到圍牆 外面去散步 因為他被搶 所以你要一進 那個小區裡 是鶴槍實彈的警察 應該不是警察 是警衛 他們是有槍的 他們是有槍的 然後有錢人 有錢到什麼地步 因為常常塞車 他們是直接坐直升機 所以天空看到 都是直升機 對 有錢交通過一直升機 對 那平民 真的是無力追之地啊 那個平民窟就在旁邊而已 好像看起來很漂亮 好像鑽石山一樣 因為裡頭 住滿密密麻麻的人 就一個山頭 可能住滿50個人 很漂亮 可是你進去裡面 裡面就是你知道 店也亂接啦 因為那個不是公共的一個社區嘛 大家亂接 結果亂接之後呢 通常就發生火災 隨便就燒死幾千人 那講到這個平民窟窟 給他看一個照片 你看 密密麻麻有沒有 這個還是在 這個還是在山上 Fefiva Fefiva 對 他密密麻麻都是 一間一間的小房子 那其實都是違章建築啦 應該就是從鄉下來 城市邊緣討生活的人 他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慢慢慢慢聚集聚集這樣子 其實你不要覺得說 他們很可憐啊 沒有錢啊 可是他們超樂觀的 真的啊 我們到那邊去啊 小朋友啊 就會直接來 對 就是來給你 say hello 他們非常的 他們的這個熱情 然後當然足球是他們的國球啊 這算是有錢的 人家的小朋友 因為我們去拍 那個小朋友訓練 那沒有錢的小朋友 也在附近 就是拿一個 破破拉拉的足球 在路上就開始提起足球來了 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名字 所以他們來講 這個足球是 身心平衡中 一個很重要的運動 生下來就要提了 哇塞 為什麼他的巴西情況 會這麼這麼的亂 就是貧富差距太大 太大 而且貪污非常嚴重 然後他整個政治制度 也設計得非常差 其實他是一個 社會福利國家 也就是說 如果你去那邊當老闆 我相信有 如果親戚在那邊 當這個投資 你當老闆 你不是只付他 一萬塊工資 你要付他 他們要發食物券 還有各種醫療啊 保險什麼 胖不浪加起來 可能你要付的是 兩萬塊的成本 所以在那邊投資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郭台銘有在那邊設廠 那台灣我知道 有幾個大的科技廠商 也在那邊設廠 他人工便宜 可是你知道拉美 人民的 生活習慣 工作習性 我採訪的公司裡頭 就有在巴西設廠 可是就是 剛剛講到 就生活習性嘛 就是很easy 然後不好管理 而且就是說 那個隱形成本是很高 所以到最後都變成要關廠